真的沒有情形距離 那是RCODE 就是我們公司 每個工程中我們一支RCODE的手機 那如果 現在的班叫做小夜班 那如果 直班 因為我們是日班工程師嘛 那小夜班如果遇到什麼狀況的話 因為日班的事情是日班處理的 那交接完之後 小夜班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他們就會打手機 打我們工程師的手機 然後去問 所以剛剛就是直班的工程師 遇到的狀況 然後打電話來問 對 這就是 很機業 對 不是情境距離 就是真的 情境 情境距離 對 那 其實我今天來 是來取暖的 對 就想要聽一下 就是同業他們 所謂大工的經驗談 就是想要學習一下說 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到底他們遇到了什麼 也許 也許可能 大家狀況都差不多 可是他們怎麼去應對 跟所謂的 知識方 去做溝通 跟吵架 也不能吵架玩家 就是說 怎麼去爭取 我們一代有權益 對 那我就大概 講一下 我們 你們等一下會談說 你們公司 一些排班 或是公司的狀況 你講 因為這家 這家 會簡單的講 會簡單的講 因為 像 像我們公司 其實就有分 一般的工程師 有分 長日班 小夜班 跟大夜班 那長日班 其實就是早上 八點半 八點半半 到晚上 六點 表定六點 那你做完之後 才能下班 因為 你自己的事情 要把它做一個段落 然後才交接 給所謂的小夜班 你自己 才能下班 那小夜班 差不多就是 晚上 欸 下午四點到五點 差不多四點半交接 然後到 凌晨一兩點 那大夜的話 是 凌晨十二點 開始上班 那 上到早上 八點半 九點 我們 就是長日 去跟他交接之後 他才下班 所以 這是所謂的三班次 那大家 可能還會聽到 技術員 技術員是 四輪二班 那他們是 做二兇二 那他們的工程 是從 早上七點 上到晚上 七點 那就是 兩班 這樣 這叫四輪二班 對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科技業 這些科技業 其實就是 二十四小時的 不停在運作 所以就是需要 新鮮的乾去 在工廠裡面 去 顧這些 不管是機台也好 產品也好 那 大家在台灣 可能很少聽到 所謂的罷工 我自己 有 略略看過一些 資料 那其實 第一個是 其實台灣人 就是 人很好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啊 好 反正就是 一份工作嘛 那老闆給我薪水了 就好好做 那 就是 這樣子的狀況 會讓 台灣 面臨所謂的 勞動權益的部分 並不是那麼季節 在爭取 大家都會 爭一隻 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 那第二個狀況是 所謂的工會 可能 公司會部分的取代 公會的功能 例如說 他可能名義上是公會 但是 實際上在運作的人 可能是公司裡面的人 那他 就沒有辦法 完全的 代替員工跟公司 進行 爭取權益的動作 因為他本身就是 公司的人 那第二個 也就是 他可能會 創立一個叫做什麼 福利委員會 福利委員會之類的 那就是 名義上也是 幫員工爭取福利 可是他爭取福利的 方法可能是 我辦活動 我幫員工 爭取一些優惠 可能用公司的名義 例如 用一些特約商店 你在外面買東西 好像會比較便宜 可是他也忽略了 真正員工 跟公司 之間的 爭取 不管是所謂的權益 或者是公使 這個絕對 絕對不是這些 所謂的服務委會 或者是公司 創合工會 他們能做的 那基於這樣 種種原因 其實 就是 比大家會比較少 看到科技業也好 或者其他的行業 台灣好像很少看到這樣子 比較 比較有 效果的 霸工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們主動這樣 站出來之後 那你會聽到另外一群會說 我最好好的工作就好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打擾我工作 就是 明明大得是所謂的 弱勢者 可是他反而去幫姿 幫講話 他說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人出來吵鬧 所以公司變得不好 那我怎麼賺錢 我只是想要賺錢養家了 為什麼 你要出來吵鬧 然後讓自己的公司變得不好 而沒有去思考說 如果我站出來爭取權益的話 也許公司有 這樣子改善的機會 讓整體 整個 整個人工的福利 也許有辦法 變得更好 那這個是我出錢的一些觀察 那也許等一下 主講者可以 有更多的經驗分享 談談說 他們是怎樣進行罷工 那怎樣跟公司進行 進行這樣子 溝通的 溝通的 方法 這樣子 那我們歡迎主張者 然後謝謝主持人 首先要先感謝 就是哲學新旗舞這個品牌 然後讓我有機會 可以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感謝這個好伴的生活空間 雖然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不過這邊就是 感覺滿溫馨的 然後也滿適合大活動 那在開始前 我想我 我得要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是在幹嘛 因為這會牽涉到後面我們要講的內容 我的職稱是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公會的秘書長 那我的職稱不重要 但是重點是我們前面這個公會 我們是一家就是在全台灣 只要你是電子電機資訊這些產業 甚至很廣 就是半身的科技 反正如果你想要參加 如果你在這些行業工作 而你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團體 可以像我們剛主持人說的 可以讓你取暖 或者是想要透過這樣子的團體來爭取一些權益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們了 所以我們是全台灣各家公司 像是剛主任他是TSMC嗎 台積電 因為他講的那個輪班方式 我就知道 這久前我才跟我們的會員聊 他是場務 他也是 他是要那個直小夜班的那種 然後 所以 我自己的 我們這家公會 其實 接觸到的人員 大部分 好像台下也有我們的會員 就是 大部分都是像主持人家 就是在業界的工程師 這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那 就是說 在所有台灣的 不管哪家公司 你想要參加都可以參加 那 今天 我剛剛替大家自我介紹 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人都了解公會 所以 我 用最簡短的方式 介紹一下公會的概念 因為在台灣比較特別是講到公會 很多人就會 聯想到的是職業工會 例如說今天下午 我在 台中前 才有一個人上門來問說 我想要投保 那可不可以在你們工會投保 這樣子 答案是不行 但是 因為在台灣大部分人 對工會這個詞的想像 就是職業工會投保用 但是 其實我們在這裡要談的工會 也是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而是另外的功能 但是這個功能 其實 你除了台灣 去到其他國家 像剛剛有人 去到德國 他們講的工會就是這樣 那是怎麼樣呢 各位可以看到對面 我們有一個什麼 台中電子街 就是我剛剛經過 還蠻想進去逛一逛 就覺得 好像 沒有個人興趣啦 OK 電子街是幹嘛 就是很多賣電子產品的商家 聚集在一起嘛 OK 今天假設我進去了 我是一個奧陪 我就覺得 欸這個 某個東西 例如說我們這個 RJ45網路線的檢線前 對不對 有些人知道我在說 欸我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 去跟老闆殺價 我說欸你這個 一直要賣 300塊太貴了 50塊好不好 50收啦 他這個 可能不願意嘛 但是呢 萬一有一家店 就是 他可能很想賺錢 他就賣給我了 是不是 然後我就打壞了 就把行情了嘛 就是 這個東西就便宜的賣給我 這時候呢 但是 如果 這個電子街 我知道 如果他們有一個 這個 所有的電子街商家協會的話 搞不好 就會有人跳出來 然後把我 唯歐一頓 就是說 因為 這個 這個東西不能夠這麼便宜的賣 會打壞行情 OK 為什麼要提這個 其實這就是工會 什麼意思呢 各位 在座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上班的時候 我們是在出售自己的勞動力 我們都是市場上的賣方 賣我自己的乾嘛 對不對 那 工會是幹嘛 工會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是 個別個別的去到公司 跟公司談條件的時候 你就像那對面的 隨便一家店嘛 OK 你今天可能是一個 OK 我只有 我認為我學歷也不太漂亮 然後我剛畢業 我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所以我去到一家公司呢 我只要你給我工作就好 我求老闆給我工作 所以我自己這個商品 這個勞動力 我隨便賣 22K好不好 好 我做 我賣給你 但是呢 當我們每個人是個別個別 面對勞動力這個市場 這個是一個買方市場 就是資方 是買方他們權力比較大 他決定了比較多的事情 他基本上可以決定價格 所以我自己跑去22K賣的時候 我就會打壞行行 但工會是什麼 工會就是 如果我們所有 或是絕大多數的賣方 也就是絕大多數的勞工 都集結起來 像那個電子街一樣 弄一個商家協會 我們講好 如果沒有出到35K就不賣 不管你是什麼 所謂的國立大學 或者是某某不知道大學 不管你工作經歷幾年 你要進來這個業界當工程師 但是我們所有的一律底薪就是35K 不到35K我就不可能去你這家 如果你這家公司開地域35K 我們不可能去工作 如果有一天全台灣的科技業勞工 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我們就可以保證底薪有35K 對不對 這就是工會基本的用意啦 但是當然怎麼樣達到這一步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 也是等一下大概要講 好 但是總之我只是先自我介紹 希望讓大家知道 大概知道一下工會 基本上在幹嘛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今天這個案例 是我們在新竹市有一家公司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自己本身是在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公會工作 剛有說我們這家公會是任何 只要是科技業的員工 不管你哪一家公司都可以加入 但是我們這個case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是協助他成立另外一個公會 那個公會是for這家公司的 這家公司叫做新奇科技 好 那這個在一開始 我就要先跟大家道歉 就是我們的這個今天活動標題 就是科技業罷工啊 但是我要講的這個case 其實 嚴格來說 也許跟大家心目中想的科技業 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這家公司的產品是隱形眼鏡 一般我們講科技業 好像是要講電的東西 就是電子業啊 像台機電啊 或者是軟體業啊 但是這家 Anyway 他的名字也確實有科技兩個字 可是他生產的東西是隱形眼鏡 然後再來他的裡面 就是待會我要講這個故事裡的主角呢 大部分是作業員 也跟我自己剛剛說 我自己公會接觸的工程師是不一樣的 不過我們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他們其實也跟 例如說台機電或園區裡大部分作業員一樣 他們就是四班二輪 做二休二輪 每天工作12小時 做兩天休息兩天的作業員 那總之就是在產線上去工作啊 那當然這個會 這個工會裡也有一部分是他們的工程師這樣 所以細節等一下再說 總之呢 這家公司 他是在新竹市 就是交流道一下去 我們那時候罷工的時候 曾經想過一件事啊 因為這個公司是 你只要一下新竹交流道就會看得到 那時候我們想說 如果這個罷工 多生了幾天 就是所有經過這個新竹 下交流道的人都看到 甚至我們考慮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國道收費員的案件還沒有 還沒告一段落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收費員一起合作 這樣他們在國道上面看 然後我們在國道下面呼應 好 好 那 這家公司呢 他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 那比較重要的一個轉折是 他在2012年 他原本就是新竹這個公司 然後一個工廠 2012年他在桃園的楊梅社的另外一個工廠 那這也是為什麼等一下會發生這個故事 他格的規模不太大 加起來大概三四百 為什麼我們會有機會幫他們 這家公司成立工會呢 其實是因為 剛剛講就是說 他們三年前成立的楊梅廠 後來一方面是公司也有意把 主力生產的主力移到雅美 另一方面是新竹這邊 他們那個工廠的租約在四年後會到期 所以呢 公司 今年是104年嘛 108年之後可能就不能再繼續在這裡租廠房了 可是他們就從今年開始 欸很奇怪 這是釋放出一些消息說 因為四年後 我們可能不在這裡了 所以從今年開始 我們要做人員的調動 要把員工從新竹 逐漸的移到楊梅去 好啦 欸 這個會牽涉到一些法律上 譬如說調動五個人的齁 我在這邊不細講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等一下問 Anyway就是 好 他要把員工從 希望他們本來在新竹上班了 跑到楊梅去上班 那公司開出什麼條件呢 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議員調查 就是有三個方案 好 你如果願意過去的話 第一你可以選擇 因為你可能要搬家嘛 本來住新竹 現在要住到楊梅 公司給你一萬塊 只有一次 讓你搬家 再來第二你可以 公司會開交往車 從新竹開到楊梅去 你要每件大交往車 第三你可以自己開車 然後每個月貼你三千塊 好啊 這個他們大概自己有算過啊 怎麼是三千塊 如果你真的開車是 大概不夠 是蠻少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變動 剛說了 這些人原本是做二修二 也就是工作兩天 休息兩天 每一天是做十二小時 但是他們楊梅的制度 楊梅廠的制度不一樣 是做四修二的 就是做四天才修兩天 也就是你會比較累 工作時間比較長 那 原則上呢 如果你改成做四修二 因為公司增加 你的加班費會增加 因為你做四修二的公司 其實是一定有一定有加班的 好 但是公司的公司也很聰明啊很精啊 同步把你的體薪減少 也就是說你簡單講 你去到楊梅 你工作時間拉長了 但是你的薪水不會增加太多 好 那所以這個條件 當然 看起來 OK 他們員工 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但至少他們員工 大部分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 所以他們就找上我們來協助 看看能夠怎麼樣 好 那其實在 在當時呢 大部分的員工心裡想的是 如果要去楊梅 我不如不要去 但是我希望公司可以 之前我都未必請 讓我去找別的工作 這是他們一開始的想法 好 那 這個 好 那我們是大概跟他分析啦 就是剛剛講到一些法律上 什麼調動的原則 我不細講 但我只說結論就是 如果談法律的話呢 公司很有可能合法 也就是說 他這個調動 你很有可能 沒有辦法拒絕啦 雖然有一些模糊空間 但是 我們那時候就跟他們建議說 第一 你可以去賭 比如說 你就是不願接受嘛 最後你去打官司嘛 然後賭 打官會怎麼怕 那我們也 我們覺得不見得你會贏啦 第二 你可以選擇走別的路 也就是後來走的這條路 那 其實這個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還有 比較關鍵的 就是 他們其實 來找我們的員工 就是 這裡寫到 第一次 4月15號 只有一個人 來問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就跟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多找一些人 隔天 就多來了幾位 大概有四五個人 然後這裡面呢 有一兩個人 後來成為幹部 他們是比較特別 就是 原本就有一些 有一些 權利意識啦 這樣講 所以 他們就自己騎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成立一個工會 就像剛剛有人問到 就是 找人成立工會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就 也認為說 這條路其實是比較好的 好 就建議他們去做 好 但是當然 在那時候 因為 當時的情境 是公司調查 就是發議院調查說 你要去揚美的話 你要選哪一個方案 什麼租屋補助 或交通補助 那 好像已經 即將 馬上 就有人要 明天就要去揚美工作 所以當時 為了搶時間 我們有請他們 先 申請一個 腦資爭議 瞭解 如果有人不清楚 這個也可以等一下再問 總之就是 去一個官方提供的平台 讓你跟資方可以協商的管道 然後 請他們先以個人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有 大概三四十個人 決定 這個一起來 好 這個調解的程序 所以 這個是個人 申請的調解 然後 同時 同步要做一個 成立公會的 動作 欸 什麼 成立公會的動作 哈 就是同步要成立公會 好 那 呃 呃 成立公會有一些必要的程序 好 跑完這些程序 你才可以正式成立 好 那我也不去細講 總之呢 就是開了幾次會 也就是我們在一個禮拜內 就從這些人來找我們到 我們協助他們 跑完流程 做完文件 最後就 開了成立大會 4月22號 這家 新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正式成立了 新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企業公會 好 這邊要跟大家講 這是企業公會 我們自己電製公會 是屬於產業公會 剛剛說了 產業公會就是 只要在同產業 不管哪一家公司 都可以來參加 但是企業公會 就是 你必須是 這一家公司的員工 才能夠參加的公會 好 我們那時候是協助他們 自己在自己的公司 成立企業公會 好 那 之後呢 之後當然就是 呃 成立公會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要做的是 就是 剛剛講的 公會就是一個 代表你們這群 勞工的一個 平台 或組織 好 那 代表你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去跟資方協商 說 我們的一些 勞動條件 那當然他們 這群人 當下最重要的議題 就是 即將要跳動去 揚美的議題嘛 那 大家當然希望的是 要嘛 你就條件好一點 要嘛你就讓我走 給我一筆錢 好 所以 那怎麼樣達成這件事呢 OK 呃 剛剛有說嘛 先要走幾次內的管道 就是要去進行調解 調解 就是一個 體制內的 跟資方協商的方式 那 而且 這個 那時候我們有直接跟他們講 就是 那時候 成立完公會之後 就開了幾次的說明會 也就是說 像我 我們這些協助的人 還有他們的幹部 一起跟其他的會員 因為有些人 成立公會 這個 常常是這樣 就是 你在一家公司裡 有人帶頭之後 就說 欸 我們要搞公會啦 你要不要一起來啊 就 就 然後就說 欸 那要怎麼加入 就是簽個名啊 簽個名就可以加入 所以很多人就這樣子 被騙進來 那 可能一開始都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們就是開這個說明會 來跟他們說 接下來要幹嘛 簡單講就是 那時候跟他們急的 第一 呃 再申請是調解 但是是以公會的名義 OK 這什麼意思呢 各位 公會是一個法人 這在公會法裡 直接有定義 公會為法人 也就是說 這批員工 成立了公會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 跟公司平行的組織 公司也是一個法人 公會也是一個法人 現在是公會這個法人 提出說 我要跟你公司這個法人 進行 談判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也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想 就已經跟他們說 萬一談不成 你們得有一些其他的手段 來 讓公司願意接受你的方案 簡單講就是這樣 剛我舉那個什麼 台中電子街的例子吧 今天我作為一個奧陪 我去買東西 我說我就是要殺價 把你的價格談很低 這時候如果商家 他要怎麼樣來抵制我 抵制我這個買方呢 一個就是把我打一頓嘛 那如果不要那麼兇 不要那麼野蠻的話呢 其實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說 好 你要這樣的話 我們明天開始修飾 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週末 你進來台中電子街 我們全部都是關店 一直要到你這個消費者 願意承認說 我走進來這裡 買一個RJ45網路錢 一定要300塊以上的時候 我們的鐵門 鐵門才會重新拉開 才可以做爭議 這叫做 這叫做 在 在 對面的這個電子街角 這叫做罷市嘛 就不賣嘛 我不賣給你 但是在我們工會 在勞工的角度 這叫什麼 就是罷工喔 也就是說 OK 我們今天 勞方跟你 提出一些 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的條件 舉例來說 調動去揚媒 他們那時候提的條件就是 譬如說 交通補助要增加 那也不是隨便亂喊價的 他們喊價的基準是 公司過去在 員工出差的時候 有補助交通費 好像是每公里八塊吧 所以那時候 照這個公司自己標準去算 大概每個月要多到 一天 一天兩百 每個月大概要到 五千塊或六千塊 諸如此類 總之就是跟他談價碼嘛 但是當我們很和平的 在談漢桌上 然後談不成的時候怎麼辦 你總得有一些方式來逼他 所以對勞工來說 你講道理講不成 最後就得來應了 來應了就是 那我就不工作喔 我不工作 來逼你 OK 你當如果你今天這個產線啊 你的客戶要跟你買 一萬盒 語形眼鏡 可是你的員工都在那邊 不動的時候 老闆就會很緊張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他才會來 答應你的條件 所以這是大工基本的原理 那時候 但是呢 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經驗活動的網宣上有提到 法工雖然在台灣不太常見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 就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還蠻平常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呢 OK 我今天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 調薪10% 明年調薪10% 或至少5% 要如何做到 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通常我們 如果沒有工會的時候 我們想的就是 那我就好好認真工作啊 認真工作也許 公司就會覺得 我是一個好員工 幫我加薪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 比較個人的方式嘛 但是 就好像我們在講那個店 直接的例子啊 就是 如果 就是像我這種奧客 就是喜歡買便宜貨 那 某一家店 怎麼樣把東西賣得較貴呢 他可能就跟我說 欸 這個客人 這個你不要看 我們這個看似簡單的 RJ45網路鞋 其實我這個是最新奈米科技的網路鞋 你這個減下去 保證這個網路速度會變壞 本來只有一區都變成一區 都變成一區 或者說我提供很好的售後服務 這就是個別式的解決嘛 也就是 當我 只有一個個人員工 我要談調心 我只能說 欸 那我就好好賣命啊 好好聽老闆的話 我就可以調心 但是 我們如何能夠做到集體的調心 只有透過剛剛講的這種罷工的手段 所以 這其實 而他沒有辦法透過其他 例如說 法律訴訟啊 你要叫法官去判說 欸 這家公司乾乾挑心 這大概是沒有辦法 所以 這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下 資方勞幫如何去 去那個討價還價 最後能夠達到公司的手段之一 OK 為什麼要講 這是說 法律上其實有允許勞幫罷工 簡單講結論是這樣 法律有允許我們罷工啦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但是呢 法律允許罷工有一定的條件 什麼條件呢 大家可以去翻勞治正義處理法 簡單講是這樣 第一 需要是調整事項 第二 經過條件不成立 第三 經過工會的會員 半數以上不進行投票 同意要罷工 所以我們在這裡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為了下一件事情做準備 因為法律規定 你要合法罷工得先經過調解 而調解不成立 也就是說 你得先在談判桌上和平的談判 談不成再來做動武的手段 好啦 OK 總之呢 我們那時候就跟會員去說明說 我們接下來的計畫 那為什麼要辦兩次 這個是比較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家公司就是剛說他們都是作業員 所謂的作業員就是他們會分什麼 A B C D 四個班啊 總之 剛剛說做二休二嘛 也就是你在這兩天一定會有一部分的人是上班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人在家裡睡覺 所以同樣是大家都是這個員工 可能有些人是從來不會見到面 就是A B班跟C D班 因為他們上班時間都是錯開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會員也分布在各班 那我們為了希望大家都來清道工會要做什麼 參與這個討論 所以我們要重複的開同樣的說明會 重複的講一樣的話 這個是為了順應他們基礎員的生態 然後也蠻重要的 因為等一下會再講到 好 那 總之呢 我們就跟大家說了要做這些事 但是 那時候的狀態其實是這樣 很多人雖然來了也就是聽 你們要去做 那就去啊 加油 那 就是大家在當時還沒有意識到 這其實所謂的工會 就是大家要參與的一個東西 工會要做的事情 是大家一起要做的事 所以呢 我們一直到5月20號 就是工會成立之後 用工會名義跟公司調解 20號是調解會的日子 當時呢 我們工會 那時候的會員啊 差不多40幾位 雖然以整個公司來說 比例還是不高的 大概連新竹場就不到一半 因為亞美廠的沒有調動 所以幾乎 那時候有請他們去找啊 但是沒有人要加入 因為他們覺得 跟我無關啊 那 anyway 就是 但是即便是40幾位會員 當間也只有8個人 原則上就是幹部啊 理監事 去 開會 好 然後當間我也在場 我是老幫的委員 那 那場表演會 就是 就是非常 資方就非常的機車 然後害我一度發火 簡單講是怎樣呢 就是 一開始開會 坐下來 我們整個會進行的 差不多一個小時 一直到最 大概最後十分鐘以前 都沒有討論到調動的方案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調整 而是在幹嘛 資方就請了一個律師 一坐下來 第一句話問 請問你們工會 什麼時候成立 好 那有沒有立案證書 再來 工會到底有幾個人 好 你們有沒有代表性 我們 然後他就開始說 因為我們這個 調動的方案呢 很早之前 就跟 在場內 跟新竹場的同仁都關通過了 大家也沒有什麼意見啊 很多人都贊成啊 所以我不知道 你們今天出來是為什麼 是你們可以代表所有人嗎 還是 因為 他 他當然可以說 他看到的就是現場只有八個人 他甚至希望我們把名單拿出來 說工會到底有幾個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但是我們今天 並不是要跟你談 我們工會會員的事情 而是整個公司 整個所有新竹場 會被調動的同仁的事情 那 你問我們 你又幾個人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 他就是這樣一直拖 拖了很久 那 一直到最後才開始 我們的幾條訴求 他才 一一的回應 所謂的回應就是 就是他都不答應的意思啊 就是說 這些 大家都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然後 交通經接 我看大家也都接受了啊 我們的方案就是這樣啊 總之 工會提出來的所有訴求 公司在那當下 沒有任何一個答應 那最後當然是不成立 那 但是 當然這個結果呢 欸 我剛剛講 我那個參加的時候 就非常的生氣 可想而知 幾位其他來的工會幹部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就覺得 為什麼公司可以 這麼沒有誠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好好的 來跟你 和平的在談 和說上談了 你就完全 不屌我們 好 那 但是呢 大家同時也覺得 欸 為什麼我們不是開了兩次說明會嗎 不是一直跟大家說 接下來要調解 然後調解完要幹嘛 結果都沒有人來呢 那 那當下 其實那幾位 被推選出來當幹部的人 是有點灰心啊 就覺得說 啊 大家這個樣子 就是自己的權益都沒有要站出來 那接下來要 開課呢 指望他們做任何事嗎 所以你就覺得 有一種 幾乎是快要放棄的狀態 那 那當下我當然 我的 因為我也 我也看得出來 就是你看 就是沒有人願意來嘛 那 我是跟他們說 好吧 如果 最後就是這樣 那我們也沒辦法 可是我們總得 事情要有始有終啊 就是要跟大家做一個交代 所以 就說 好啦 就算你們覺得 你們就是 作為公會幹部 只能夠走到這邊 那大家已經沒辦法再走下去 後續就 這個 各評本事吧 那可能有些人就自己去 找工作 因為他也不想被調動 他就自己去找工作之類的 但是 我們總是要跟大家說 事情進行到什麼段落 為什麼我們覺得要結束了 所以 我就 勸他們 甚至是有點逼他們 就是說 那不管等一下隔天 你們還是要找大家 再來開一次會 然後跟大家說明說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在不動作的話 我們就 就在這裡 就地解散 大家回家洗洗睡好 諸如此類的 那 那 那時候 他們後來就勉強接受說 好 隔天還是開一次會 那我是說 希望 你們 打電話 通知出了會員 叫他們 明天一定要來 但是 那時候他們的狀態 大概就是有點疲乏 所以也不願意做點 之後 我只好自己 自己答 不過 好在 好在 這個公會人數不多 大概四十個 所以一個晚上可能打完 好 那 就是隔天 就是五月二十一號晚上 呃 我們 就那時候就講說 要把大家集合起來嘛 報告前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及後續看是要 真的就 就解散了 放棄的結束 還是怎麼樣 欸 呃 怎麼會沒有變 是 已經要解散了 沒預告嗎 好 要罷工 喔 好 那 OK 那那時候是怎麼樣呢 剛剛跟大家說了 這家公司他們有很多的APC班嘛 而且又有長日班 就跟剛剛我們主持人講 他的工程師是上長日班的 就是六點下班 然後 作業員是每天的七點半到七點半 就早班 就早上七點半上班 晚上七點半下班 然後晚班再去接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比較有趣的 然後有些人是剛好那一天休假 所以 他們要把所有的集合起來 其實很難 就是你有 我們那時候就講說六點開始開會 但是我們六點就要到那邊就開始一直等 因為長日班的工程師會先下班來嘛 然後就要至少要等到七點半 有些是剛下班的人來 然後有些是正要進去上班的 他可能七點會出現一下 那就是會 要把大家聚集起來很困難 甚至大家會分批出現的狀態 就是他們這個工位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造成一個 一個蠻特別的情境 就是說 OK 因為大家分批來 也就是一開始可能只有三位 坐在這邊 那我就要跟他們說明說 欸 昨天調節會啊 我們就是怎樣 因為只有去八個人啊 然後職棒就很壞啊 他們都欺負我們啊 然後就不理我們啊 就這樣講一遍 然後這三個人就解討 喔 可能是這樣 然後這時候呢 可能過了十分鐘 又有下面三個人來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 那就由你們頭三個人再講一遍吧 那他們就只好再把話傳一遍 我說 那昨天就是我們只有八個人去調節會 然後公司都不理我們 他們很快也派了一個律師 然後... 然後接下來 然後他們就說 喔 原來是這樣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 呃 重複了很多遍 也就是說 沒有新的人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讓前面的人說 喔 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 這當然是一個 意外的狀況 不是我事先設計好 但是事後來 但他產生一個什麼效果 也就是他的效果是 通常 如果你把他一次集合起來 然後要報告說 我們昨天發生什麼事 一定是由我 就是像我這種協助者 因為我比較知道狀況 比較有經驗 我跟大家報告 那大家就是 常常會聽 就跟各位在座現在一樣 那沒有機會去講話 但是 這樣子的情境 剛好讓每個人有機會去練習 我覺得 那是一個機會 就是 每個人重新確認 好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什麼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每個人用自己的話 再講一遍 那也正是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到後來大家 就比較有一個極其的共識 也就是什麼 到最後大概是到快八點 我們六點開始開會 一直到快八點 才是所有人到齊 那到齊之後 大家有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說 啊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昨天調節會 只有八個幹部去 我們所有其他人都裝死 我們都沒有去 所以呢 公司就不調我們 這就是大家得出來的結論是這樣 那當然 因為昨天之邦這樣子的態度 大家也其實聽了也會很生氣 所以就會開始有人想說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這樣放棄了嗎 還是我們可以做點什麼事 那因為前面大家有得出這樣結論啊 所以他們就覺得 好 你嫌我們人少嘛 你認為我們沒有代表性 雖然我們人是不多 也是只有三四十個人 但是我們如果挑一天 所有人一起出現在你面前給你看 那你是不是會比較重視我 好 這是後來推導出來的結論 那原本呢 原本想的是說 啊不然就隨便選一天 去新竹市政府前面 拉白布條啊 就是抗議啊 就說公司很壞啊 但是 後來就開始有人去想到 欸 之前不是都要罷工嗎 而且呢 剛好很巧啊 這真的是天時地利 剛好那時候 呃 本來我們在評估到底要不要罷工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有 一直有一個疑慮 也就是說 其實這家公司啊 這家公司一直到現在就是啦 隱形眼鏡這個產業呢 過去曾經很紅貨 也就是他的利潤很高 那所以 因為這樣很多公司後來都慢慢的投入 甚至一些科技廠 譬如說什麼大力廣展都轉投資來做隱形眼鏡 所以他現在的狀態其實是有點 屬於競爭很激烈 然後 各公司有點慘過剩的狀態 包括新奇 也就是說 那時候呢 其實 他們很多 是在做庫存啊 就是說 今天做出來的產品是賣不掉的 只是先放在那邊齁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考慮評估 要不要罷工的時候 有想到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今天 是 剛剛講嘛 公司正要趕貨 他要出1萬盒引擎金北庫 對 客戶然後 我們在這裡罷工的時候 他當然壓力很大對不對 因為他做不出來 他就無法跟客戶交代 但是他今天的狀態不是啊 他是本來就沒有客戶沒有訂單 他所有做出來的東西 都是躲在倉庫裡 搞不好倉庫都快爆了 所以你這時候罷工他最高興啊 他說啊 太好了 我沒有庫存壓力 謝謝你們罷工 這樣子 我還可以省一些錢對不對 那 所以那時候本來有在考慮 要罷嗎 罷好像也不是很有用 但是 剛剛講說 那時候有一個天使 就是有人知道 剛好在那一個週末 有一個小的訂單 但是可能也是1萬多片 要出出去 而且那個產品呢 是只有新竹廠可以做的 那時候大家就想 欸搞不好 這是一個機會 就是那個天賜良機啊 所以可以試試看 所以最後 大家就討論決定 好 就做這件事 好 那剛剛有說啦 所以把罷工還有一個程序 就是要辦罷工投票 所以就非常臨時的 這真的是很臨時啊 大家知道 前面我講的 前一天還是那種 啊明天就要解散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 在這個打完電話之後 我在想 欸明天這個大家都來 要不要做罷工投票的選票呢 想一想 啊怎麼可能呢 明天本來就是 要結束的日子 所以畢業典禮 在那邊想什麼罷工投票 所以我就沒有做 沒想到在 5月21號晚上 最後居然是走到這一步 所以我們就趕快拿A4紙 就是自己在那邊寫 罷工投票 同意不同意 然後馬虛格便譯商店 印了三十張三四十張 讓大家非常臨時的 辦了這個罷工投票 然後最後就是 所有到場的人都同意 好 從5月23日 早上7點半開始罷工 本來是預計先罷3天啊 72小時 好 那就開始啦 這就是到了5月23號 好 那早上7點半 就是早晚班交接的時候 也就是晚班的人會下班 走出來外面 然後早班的人呢 我們就進去上班 然後我們就先到外面啊 帶著這肚條 然後很多人開始都 還很怕 所以前天晚上已經大家講好 好像這個 然後意志堅決 我們要辦公啦 但是到了那天早上 畢竟還是有點猶豫 就是這家公司 這個他們在馬路一天嘛 然後一開始就有人在馬路對面那邊看 他說 欸到底要再走過去啊 到底有沒有人啊 沒有人的話我先回家睡好 但是總之啊 我們就把他們拉過來 然後大家就站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布條後面啊 好 這個也跟大家解釋一下 上面寫罷工線 其實 呃 正規的罷工 或者大家如果有去注意 剛剛有人提到華捷 華捷工會的罷工 他們會拉所謂的 罷工糾察線 也就是說呢 呃 當我們公會決定要罷工的時候 理論上是所有會員 甚至我們希望 包括非會員 都一起來支持我們 一起站在這邊 而不是走進去上班 好 所以當我們強硬一點的時候 公會強硬一點 我們會直接拉一條糾察線 簡單講就是封鎖線 也就是所有人 不可以跟我跨過這條線 繼續上班 你跨過去的話 你就 你說走個橋 也許我們私下就會把你 看破的 或者是 但是 比較正規的罷工會這樣 甚至這也是法律允許的 當然法律沒有說 你可以給人家看破的 但是法律也說 你可以 設立一條糾察線 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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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不要繼續上班 你不能夠拉他 口水不能夠噴到他 但是你非跟他說 我們在罷工 請你配合 當然我們這個 我們那時候 因為其實 會員的比例也不高 所以 我們也評估 大概沒辦法 這麼強硬的 真的去封鎖 但至少是一個 做一個 OK 讓資方看到說 我們有這些人 一起來到這邊 好 那 其實這當下也是蠻有趣的 其實應該說 我們5月21號晚上 決定要罷工 5月22號的下午呢 其實公司就有 放出消息說 欸 都可以來談一下 但是那時候 因為 我們有定一個期限 那他們沒有在期限前正式回覆 我們還是決定 5月23號上午還是要罷工 但是呢 我們那個 八點正式開始罷工集會的時候 你就看到 總經理就在那裡面 他就站在那邊等 他也是八點就來到那裡等 然後就在那邊 看看我們罷工這樣子 然後我們當然也要這個 行李奴隸 也不能說行李奴隸 就是帶大家喊喊口號啊 就是說 我們 宣告我們開始罷工 然後也會有一些其他的工會 來聲援啊 來講講話啊 然後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動作 進行了一個小時 大概9點 然後總經理終於 他已經在那邊等 站了一個小時了 然後就派了一個 應該是副理 說 那 我們可以開始協商了嗎 也就是 他其實是一開始就 就在等你的 就是雙方其實都是 互相知道 但是 不好意思開口 跨出那一步 一直 所以他就也是在那邊 看著我們 等我們 把這個戲演 晚上的9點 他都會等不住 就說 好 那開始喊喊吧 所以就 我們就 OK 所以這個 罷工啊 實際上 你看到這樣子的情境 只有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後續就 所有人都 進到 你進到公司裡 他們也開了一間會議室 讓我們一談 所以那時候 蠻好笑的 因為我們自己 電視公會的會員啊 我有跟他們說這個消息 他們想說 欸 好啊 有罷工欸 第一次聽到 好要去看一看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大概早上十點來發現 欸 怎麼是空了 一個人都看不到 後來是因為我們都在裡面 好 好 那 進去就是 開始 痾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狀況 是跟 痾 三天前 不一樣 第一現場沒有律師了 總經理直接坐在那邊 跟著我們 好 第二天坐下來 他就說 大家辛苦啊 然後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是 也不希望看到大家 那我們都是也很有誠意 等等 那 總之 那個態度 還有 總經理 就是對員工的態度 還有講話的方式 還有他實際看出來的方案的內容 就跟三天前是完全不一樣 齁 三天前他是完全不靈影啊 那 現在他就是 欸 你們有什麼請求啊 那我們就開始看 齁 那 痾 最後 OK 這是最後的結果 因為其實大家 可以是說 呃 如果 明天要去揚美了怎麼辦 有些人覺得實在太遠 我不想去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的方案 有包括一些 如果真的要去揚美的話 我們的交通經濟要增加 我們的交通車時間 要配合的更改啊 甚至我們上班時間能不能縮短 因為從期的時間增加了更改 那是我們那時候的訴求 不過後來因為 公司直接就講 好 我們 不簽了 齁 就是 我現在直接 跟大家承諾 雖然 一百年八年 那 那時候總經理就直接講 其實他還希望繼續保齡新賭場 但是 因為現在跟那個 房東 也就是地府 還談不懂 就是 廠租的部分還還沒確認 他希望一百年八年之後可以去約 但對方還沒答應 齁 所以那時候他們才開始想說這些事情 齁 現在他就具體承諾 好 至少現在合約到一百年八年前還不會動 所以我也不會簽上 然後你們也不用去揚美了 至少一直到一百 民國一百年八年 齁 到時候 如果還是 這邊沒有辦法繼續租 還是得 簽場的話呢 我會給你們支錢 齁 那一百零八年前 所有的上班地點啊 職務啊 班別人都不會改 然後 公司 也不會對今天參與的這些人 有什麼不利的對待 那 原則上 其實大家要的 就是 第一 第一 市長我目前不會被要動 第二 如果到時候真的要 我可以支錢費 可以有支錢費 那 呃 大部分的會員 就覺得這個 OK 就是符合他們的期待 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 談完 就是談完出來 然後 呃 也就是 大家都覺得可以解鎖 但是我們形式上 還是做一個投票 就是所有的 贊成這個 方案 所以就跟他講好 那就 晚上七點半開始正 恢復正常的上下班 這樣子 好 這 然後我們罷光就落幕了 所以我們實際上 只罷了大概一個小時 左右 好 這是一個 後來我們自己網站上的新聞稿 就寫說 這是一個微罷光 好 微罷光 OK 那 呃 好 後續我就要講一些 那個檢討 那我前面講太久了 剛剛沒談 好 那 OK 我想先談的是說 這個罷光真的是有效嗎 其實 剛剛有說嘛 呃 典型的罷光 就是你透過不供應勞動力 來造成資方的壓力 好 啊這什麼時候最有效 就是他很需要你的時候 他很需要你生產 而你不配合 那就壓力很大 但是我剛剛也說到 新奇這家公司 其實在那個狀況下 其實他 他大部分是產能過剩的 所以他其實不太需要你用力生產 所以我們事後評估是說 那時候的罷光呢 其實他每次幫的壓力是什麼 不是說我產線停擺了 我貨出不去 而是 欸 他看到真的有人欸 哇真的有三四十個 他原本可能真的覺得說 我們那個方案 過去都是這樣啊 我們說什麼 員工就會接受嘛 所以員工不是很乖嗎 為什麼沒想到 居然有 三四十個人 真的是不同意 而且還一起站出來 所以在大家站出來展現自己的意志 這件事情上才是真的有效果 而不是說我們真的把生產停下來 然後再來我們評估啦 其實最主要 資方也不想要事情鬧得太大 繼續再延燒下去 所以才會他 我們早上八點 他就站在那一等 他希望趕快讓事情落幕 那雖然事後 我會認為啦 這件事只是資方的口袋方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前一天 我剛講 前一天資方其實就有釋放出訊息 希望談 那時候他們就有急了 不如這樣 因為他們說 那時候就有說 其實我們後來決定就不要 不要掉動了 就是至少到美國一百年八年前 不要對各位做異動 所以這個東西是他原本就 可能會考慮的方案之一啦 講白的我覺得是這樣 這家公司就是說 因為他也有點產能獲勝 所以他其實這些員工有點太多 他希望少一點 那他怎麼樣讓你走呢 他也不想要這個直接之前你 所以他透過這種方式 釋放出消息說 可能降個月交去揚美喔 搞不好有些人就真的乖乖的覺得 啊我不想去揚美所以我辭職了 我想這次他們一開始打的奴役算盤 啊反正到時候我也沒說什麼時候去嘛 啊你走了我就省一個人力啦 對不對 可是當他發現這樣子做下去之後 員工的反彈 居然有這麼大 還搞到罷工的時候 他們就放棄了 就算了 反正我這個新竹的場本來就有了 我就繼續運作也也不是真的不行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罷工 其實就爭取到的條件來說 他並沒有非常的優 各位可以去參考華捷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比較厲害 就是他們真的爭取到就是說調心 甚至還有進搭電車條款 這是非常厲害 但是新竹這個例子比起來 他他沒有多要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在什麼意義上 就是說重點是那個資方的態度 也就是他原本就是覺得 反正我們說什麼 勞工就是會聽的嘛 會換的都是只有少數人啦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事情不是這樣 而且真的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他們才會開始去重視勞工的聲明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的意義上 他比你具體爭取到了多少的加薪來講還更重要 但是你如果要問我這個罷工是不是成功了 我會說裡面有好的因素 有好的成分也有不那麼好的 簡單講就是我後來分析啦 為什麼最後可以罷得成 第一個是 其實這些工會場來講 有一些很不錯的幹部 就是說剛講那些 第一次調解只有來八個那八位 其中的幾位 就是第一他們意志很堅定 很多工會在組的過程就組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當資方知道你想要組公會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打聽誰帶頭的 然後就約談那些帶頭的人 那當然要跟大家講 依據工會法 資方不能夠對勞工抽屬工會 或從事工會活動有任何的限制 也不能妨礙 但是呢 他當然不會明目張然 他就私下的做 做一些模糊的動作 例如說欸這個 這位朋友 為什麼你想要組公會啊 是不是對公司有什麼意見啊 公司對你不好嗎 我看你這個 欸 做了花幾年也不錯啊 又挑釁啊 是不是 為什麼想要組公會呢 對不對 就每天在你 在你身邊睡睡面啊 怎樣怎樣 然後你就 有些人就會感受到壓力 然後他就覺得阿算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幾位幹部都很不錯 不過就是 他們的過程也是有受到壓力 也是有之方來跟他講 但是他們就 欸 不理他 他有邊風 然後繼續去做他們原本要做的事 而且他們也很努力的去招呼會員 所以這個是我的 最重要的心得之一啦 我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是主持者 也就是我 我畢竟是一個外人 不是他們當事人 我做的就是 告訴他們 法律上怎麼組公會 告訴他們公會怎麼運作 告訴他們可以怎樣跟資方談判 以及協助他們跟資方談判 但是不管怎樣 最後去承擔後果 以及在這個過程承擔壓力的都不是我 我只能陪在旁邊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講再多話 不見得有用 重點是他們當事人的想法 而很多人 我剛才講 幾乎90%參與工會的人 一開始都是 都是等著被帶頭的啦 講白了就是 有人說可以參加工會 有人說參加工會有些好處 我就來看看 然後裡面有我認識的朋友 他就拉我 我就想說 好吧 那只是簽個名 我就進來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一開始不知道 具體來說要幹嘛 可是如果你這個帶頭的人 是一直很堅定的 是腦袋很清楚的 是真的站在老房立場 那這個工會就會做得好 而且因為他們本身也是帶頭的人 也是勞方 他也是當事人 所以他講話 比我這個外人講話 有說服力一百倍 這是我的重要的一個感想啦 就是有五個甚至十個禮品者也沒有用 除非你們自己內部產生一個好的幹部 再來就是為什麼可以霸了神 然後資方做球給我們殺啊 因為他前面就是 太過分了 如果他前面呢 他是擺出一個比較高明的姿態 就是說 我表面上跟你們協商 你們不要緊張啊 有什麼事 有話好好商量啊 其實搞不好我們最後不會走到內部 高明的資方就會這樣 只能說這個資方當時欠缺教育 然後當然最後我們在5月21號那個晚上 成功的有讓大家凝聚共識 好這也是重要的因素 但是 呃 是不是這樣子就ok了呢 其實接下來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等一下你會講 呃 剛剛一直講說這些幹部很好 在罷工結束之後 走掉了5個 走掉了5個 目前還持久了 你要理他 呃 這個我是也是蠻 蠻感慨的啊 但是沒辦法留他們 應該應該是說 那幾個帶頭的大部分是工程師 齁 那 對他們來說 這家公司本來就 不是福利 薪資跟方面條件最優的 也就是說 就算沒有發生這些事 他們早晚會走了 齁 所以 就 對他們來說就是ok 所以我咬去一張心事了 最後我離職了 齁 雖然我很希望他們繼續留在這邊啊 但是 欸 我總不能跟他說 為了繼續經營工會 你放棄更好的工作嗎 齁 這個話我也講不出齁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呃 我們的會員一直是 比例不高啦 剛剛有說 就算40人 在新竹場 一百人也不到一半 這樣整個三四百人的公司 更是很少 齁 那 現在沒有狀況的情況下 大家還願意參加嗎 一 呃 至少 到今天 我跟大家講 這公會還在啊 但是他會員一直沒有往上漲 沒有新的會員 然後舊的會員雖然還在 除了離職的以外 所以 會員其實是慢慢減少 ok 那 好 講一講罷工完之後的事情 大家可能會稍微好奇一件事 就是 前面是經過了這麼激烈的一些 看起來滿激烈的 雖然也沒有很激烈 只有一小時 在那邊演一演的為罷工 但是 至少好像是 哇 罷工欸 這不是平常看得到的事情 那對之方來說 這也是滿大條的一件事 那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他們回到公司 真的就沒事了嗎 喔 真的不會受到什麼打壓嗎 或者是說 那你還能夠回去上班 不會很尷尬嗎 欸 這樣講 大體來說 他們沒有受到什麼明顯的打壓 或不利益對待 喔 是沒有 這公司是有遵守他們前面的承諾 但是我現在要講一個案例 這是 欸 我們有一個後來新任的幹部 就是地圖上來幹部 他有一次要請假 喔 應該說他有兩次 那個月發生兩次 第一次 他臨時有事 要去照顧爸爸 然後他想要請特休 但是因為是 事發前一天他要請特休 公司就不准 應該說主管不准 然後主管就說 因為根據公司規定要三天前 特休要三天前提出 可是他就說 可是過去慣例上很多時候 我們是 前一天甚至當天提出請特休 都可以啦 但是公司就說不行 這次你要照規定來 這是第一次 接下來第二次更誇張了 他 因為他跟他老婆 都是產線作業運 他們是同一班的 這 有一天 他們兩個人要一起起假 一起請特休 大家知道什麼是特休嗎 老基板有規定 按照你的年資 有七天到最長三十天不得的 每年的特別休假 這本來就是你的權益嘛 那 他們兩個人要一起請特休 也在三天前提出了 結果公司還是打消了 理由是什麼呢 公司說 夫妻不能同時請特休 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有這個規定 實際上公司裡面也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呢 那所以這個幹部就很氣 他覺得為什麼要針對我 因為他本來就是那種 會 個性稍微比較實 比較衝一點 也許他平常就跟這個直訴主管 會有容易有衝突的那種的 他就覺得主管在刀他 好 那這種事情怎麼辦呢 既然都組了公會 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樣的改變呢 好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那時候 他就把這件事情擠出來 就是貼在公會的LINE尋處 說 這個事情要怎麼辦 然後 因為其他幹部 那時候都沒有馬上的回應 後來他就很急啊 他就跑來問我 請問公會有沒有 要幫我注意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把這句話寫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這 這句話蠻奇妙的 哪裡奇妙呢 他是一個公會幹部 他代表公會 他問說 欸 公會有沒有要處理這件事 這好像什麼呢 大家有看過海賊王嗎 大家知道喬巴嗎 喬巴看到有人受傷的時候 就會很緊張 想說 醫生醫生醫生在哪裡 然後就說 我就是醫生 這是同樣的意思啊 請問公會 又不要幫忙我 但是你自己就是公會幹部 你代表公會啊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問 其實是 欸 我其實是很 雖然我覺得有點好笑 但我可以理解 怎麼說呢 其實各位啊 你要成立公會啊 等一下會說啊 成立公會可能只是 跑一些法律流程 取得一張證書 你們就是公會 但是實際上 你要處理的是什麼 這個人 他原本是一個基層的作業員 好 他請假被丟 這是他上司 他跟他上司的關係 這是一個 權力關係 好 而 今天 他有另外一組身份 他是一個公會幹部 各位 剛剛我有說公會 公會是一個法人 好 再講一下一次 公會是法人 公司也是法人 也就是說 這是兩個法人間的關係 各位可以想像什麼呢 這就是肯德基的董事長 跟麥當勞的董事長之間 要談事情的關係啊 各位 你是一個法人的代表 你要跟另外一個法人談 有什麼不能談呢 你們是提起零座的 但是 你要如何從這一組身份 這一組權力關係 轉換到這裡呢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 不知道 這是滿尷尬的 真的是很尷尬 例如說 當然這事情後來還是有解決 怎麼解決就是 我就跟他們說 可以怎麼樣談 可以怎麼樣跟公司說 但是 因為到底誰要去說 前面一直推不出一個人來 後來我就幫他們寫了一個公文 就說 不敢講 就至少先把這個公文拿去給公司 意思是說 這個 會員某某某 請假遭到不當的貂難啊 依照法律應該要怎樣怎樣 然後就拿給公司看 後來公司也同意就是 可以讓他請假 但是 欸 那時候就有人問啊 不是本來這個會員 另外一個幹部 他就說 欸 可是 我要怎麼講啊 就是我不是他們那一課的啊 啊 我是別課的 我跑去跟他們那個課的課長說 他怎樣怎樣 是不是很怪 我是不是款太多了 是不是跨到別課去 對 各位可以想像這種表格 就是 原本在公司裡 他們有一組既定的權利關係 我不是這一課 不是其他課 而且我也不是主管 我只是一個員工 那我要跑去跟其他課的主管說 你這樣對待你的主員是不對的 這好像很奇怪 但是跟各位講 一點也不奇怪 如果你認識到你是工會幹部 而你今天不是基於你是員工 而是基於你是工會代表的身份 剛講這是兩個法人之間的事 你是工會代表 而你代表工會來反應會員的問題 這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實際上 他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 而他們現在 這跟各位講的只是說 OK 我事後的檢討 罷工只是一個過程 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 來得太快太過劇烈的過程 各位回想一下 這些人四月出來找我們 然後五月底不到就罷工了 這個工會一個禮拜內就成立了 也就是說 在一個月前 你還是一個乖乖心老闆化的小員工 你只是覺得要掉動了 我心裡很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我去請求人協助 或者不到一個月 你居然就可以站在公司外面 拿著大升公公司大盤 然後罷工了 做了一個 平常所有人聽到 都要嚇人倒退山路的事情 你居然罷工了 OK 但是這個東西來得太快 其實 他們現在 這個事件落幕了 就會回到原本的狀態 原本的狀態是什麼 我還沒習慣我是工會幹部 我還沒習慣工會是什麼 各位 工會 因為在法律上他就是一個法人 他只要你完成一定程序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證書 但是如果你只有那張證書 只有那張紙 那是沒有用 什麼用途都沒有 那重點是 最後你們這群人 能不能集體的 OK 去重新認識這一組關係 你今天是代表公會 你是公會幹部 你可以跟公司平起平坐 你可以去談公司裡 不合理的條件 你可以集出質疑了 甚至你可以去改變他 這是要重新去適應的 那罷工呢 在法律上 他就是什麼 經過集體投票就可以做 是一個爭議行為 對他們來講 你也許就是 那當下我要喊出來 我很不爽 你公司亂搞 我很不爽 但是最終是什麼 最終是這些員工 有沒有辦法回到他們工作崗位的時候 面對不合理的事情 你敢不敢像當初罷工那樣子 一樣站出來 然後你敢不敢去重新去說 我是員工 但是呢 我有權對我所處的這個環境 我有權講一些話 我可以改變他 這是最重要 所以 如果你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就會產生這個習慣 你都敢算算罷工 可是你起假被僵 你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快講完了 不好意思 多大好時間 好 這是講最後 只是要跟大家再重複談 我覺得這是我 雖然我自己在定制工會 但我除了星期還有附到幾個企業工會 然後我會定期跟他們開會 那我們常常在講工會是什麼 工會就是一種勞工團結的象徵 但是什麼是團結 我覺得團結要去具體的看 他有幾個層次 像今天這樣子 大家各位 因緣際會 因為各種的理由 來到這個地方 坐在這裡 聽我講了一些不知所謂的話 大家聚在這個地方 面對團團行業 這是團結嗎 當然還不是 但是這是一個開始 就好像他們一開始去 這個工會成立大會 就是我剛剛說的 很多人就說 欸 要成立工會 你明天來喔 我也不知道來幹嘛 但我就來了 就坐在那邊聽 但是呢 你要先有這個開始之後 大家才會開始去 進入這個情境 大家去回想 我前面講 5月21號晚上 這些員工聚在一起 他們每個人用自己的嘴巴 說出 我們現在面對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的挑戰是什麼 我們該怎麼做 這就是大家開始進入 去參與這個情境 然後我覺得 但是這還不夠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工會 工秀來說 工會不是那個紙 不是那些法條 而是什麼 很多人 這些主張主要是受僱者 勞工 你在公司裡 你覺得這個環境 我不太滿意 我希望改變它 而且我意識到 它是需要被改變的 但是改變有很多方式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你可以用個人化的方式去面對它 例如說 欸 這個主管 天他很急車 但我就好好的跟他打好關係 或者是我工作表現好一點 也許他就對我好一點 也許他會給我加薪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 只能夠 最多就是改變你個人的情境 你沒辦法改變整個環境 那 但是 要走到團結要怎麼樣 要有一群人一起認知到 OK 我們要改變環境 而且要改變 只能夠透過集體來做 而沒辦法 但靠個人 而 然後呢 集體是怎麼樣 很多時候 就像我剛剛舉的是 講的這個新奇的案例 一開始大家都是這樣 好 加入公會 我也加入支持你 支持 然後 那你加油 這樣子 你們幹部去好好的去申請調節啊 好好的去開會啊 然後 我會等待你們的好消息的 這是 很多人 一開始參與公會是這樣 但是你要走到 大家 意識到 我得要出一份力 我得參與在裡面 事情才能改變 最後就是 大家一起來做決策 大家一起來承擔這個後果 這 走到這個 才是真正的公會團結的意思 所以我想 今天 當然 待會大家 有興趣要了解 比如說法律上怎麼成立公會啊 然後 公會 怎麼樣 罷工啊 怎樣 還是可以問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他的本質是這個 要改變的 也就是 得要有一群想要改變環境的人 然後 他們透過集體的方式來做改變 這才是公會 那 當然 罷工呢 是其中的一種手段 當然對我來說 他是最有力的手段 避到最強的手段 OK 欸 好 今天報告到這邊 那是不是還有下一位 每個人做得很簡短的 講 那那個 我是 之前是台灣製造物理產業公會的友情 然後 就是今天是以那個 台灣中區勞工交流平台的 就是身份過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 那我直接來介紹一下 就是 這個台中中區勞工交流平台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 我自己現在是在台北工作 然後像明澤他是在新竹 那我們就是有幾個 產業公會的 就是產業公會 所以他基本上我們都是定義性 是全國性的公會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像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 然後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的小組 就是我們有幾個團體的朋友 就是 平常有事沒事 可能會在街頭上遇到 就是互相聲援的時候會遇到 那我們就聊 我們就會閒聊嘛 我們就會講到說 欸 像 基層護理產業公會 我們的 會員可能就會比較集中在北部 然後 活動也都會在北部 舉辦 那可是我們其實是有 台中的會員 就是台中也有工程師 台中他也有護士 台中也有各式這樣的勞工 那這樣子 台中的勞工他們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 找誰一起討論 勞工 勞工權益相關的事情 就好像 台中這邊 就是或者是說 不只台中 就是離開北部的其他地方 要討論這個資源的時候 其實都相對的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幾個朋友 聊一聊的時候 就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 來台中 就是有 就辦一些活動給 就是我們自己的會員 一開始比較是想 在想像自己的會員 自己的組織的對象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就想說 那好我就要一個月有一次的聚會 那現在 就是大概從二月開始 然後到現在 就是 就是定期都有聚會 然後後來也吸引到一些 現在在現場的人 就是 也固定來參加這樣的聚會 然後一起來討論說 在台中 就是 未來有什麼 就是可能 這樣子 那我自己 就是 有參加過中區老公平台的聚會 可以舉個手嗎 對 就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就是 就是會後 如果對於以後 想要看一個聚會 就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這樣子 那 大概先這樣子 那有什麼問題 覺得今天還是已經 折獎的這個部分為主 就大家可以回饋一下 我們先謝謝兩位主獎者 那 現在時間 就是十分 所以 時間 還算充裕 那我們就是開報 現場的朋友 就是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先收集 三個問題 那 如果有問題就可以 舉手 就是 像我們主講這個提問 那個 那個 那個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 資方不想要把事情鬧大 那 假如事情鬧大 就是 可以在 就是各種 很不利的地方 可以再更 就是進一步 就是 說明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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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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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會產生一些社會輿論效果 那對之方來說 第一它可能會認為 可以影響到我的企業的形象 那當然像這種 例如星期它是一個代工廠 就是它本身其實沒有作品 就是你隱形眼鏡不會看到星期的樣子 可是就是因為相對來說 這種形象的壓力對它來說就比較小一點 那也不會完全沒有 就是我們通常就講 就是看這個老闆要不要臉 就是要面子的老闆 會比較顧忌 例如說公司上新聞這件事 而且又是酷面的消息 那如果它比要面子之後它就沒差 所以所謂的 我那時候是鼓措 像我們那時候 因為只有短短一個小時 然後而且現場那個時間又那麼早 所以只有來了算是兩家媒體 也就是你現在回去Google 大概只會看到公司 PNN的平台上有報道 就是它還沒有滾得很大 那你如果繼續弄個幾天 也許最後搞到像華爾法國那樣 就會是全國版面 大家都知道 那我覺得這方面 主要的影響就是在有沒有這個媒體 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 那如果真的搞到這樣會怎麼樣 那通常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會去評估 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給資方壓力 因為有壓力它才會去考慮 因為有壓力也不能夠一次給到太多 或者太劇烈 它可能就會產生反效果 就是有點類似 他就覺得 欸你就跟我翻臉 你都搞成那麼難看 好那要玩是不是 那要來硬了 我們就來硬了 其實也是可能有這樣子的案例 就是你一次讓他太能看 搞不好就搞到他 他就不怕 或是 我覺得是 當然這個罷工是一個例子 或者是其實 所有工會 就是回到日常的運作 就是你 你不談罷工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很多時候 工會都是在去拿捏跟資方那個 角力的那個點 平衡點要抓在哪裡 有時候是一個恐怖平衡 就是你有時候得要硬一點 不然你就是被他吃了絲 他就覺得這工會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你太硬 有時候工會 地場就是太激進的話 也會有反效果 就是第一 資方覺得 例如說你一次就談 說我們要調薪20% 那他又做不到 做不到他就覺得你來亂 然後死後就不跟你談 也有可能 所以 或者是他會反過來去操作 就是說 因為工會 大部分的時候 工會不會是所有員工都參加 也會有一些人 不站在工會這一邊 那如果你 地場太過激進的時候 比如說他就會反過來 操作那些非會員的人 比如說 你看都是工會來亂 就像剛剛也有人 一開始有人知道 所以有些時候 資方很喜歡用這種說法 就是說 因為工會來亂 他們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造成我們無法營運啊 然後怎樣啊 所以工會就是很壞啊 這樣 也要注意這種反效果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一些 就是跟他通撞 放繩 或不是放繩 只是提籌碼 提價碼的時候 會考慮這些正反的方面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有回答 然後第二個問題 主工會的法定的程序 一定要走完這些流程 你才會是 才會拿到證書 然後才可以廢除 就是官方會承認你是一個法人啊 因為我們的工會 先講流程好了 就是首先你要找到30個人 當然這個 我們現在一些公益團體 也有在想要挑戰 就是30個人是不是太高啦 大家知道 你在韓國要組工會 你要找幾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就可以組工會 當然 雖然你只有兩個人 大概也沒有什麼力道 但是anyway 至少目前台灣的門檻 就是你得找到30個人 看你要組哪一種工會 舉例來說 我們電子工會那時候成立 因為我們是跨公司嘛 是整個產業 只要找到這個產業裡有30個人 一起發起就可以 那像星期 因為他們是企業工會 在公司內 就要在公司裡 找到30個願意組工會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 法定的程序 你得要制定章程 召開成立大會 然後成立大會上通過章程 以及什麼工作計畫 預算等等 具體來說 就是你大概要 前面先有幾個人籌備 去朝你章程 那其實大家章程都長得很像 超來超去 然後最後要開一個成立大會 那你走完這個流程 然後把相關的資料 就是工會章程啊 然後工會的幹部的名冊啊 會員名冊啊 這些去送給 呃 地方縣市政府 看你們登記在 例如說 星期登記在新竹市 就要送新竹市政府 核備 那他們看OK了 就會發給你一個證書 就是說你這個公會 有登記立案這樣 然後你就正式成立了吧 那這有沒有正式成立 當然 我會這樣講啦 工會最重要 就是實力的來源 還是會員 有沒有積極的意思 就是我剛剛講的結論 但是 這個東西 就是把定的這些要件 還是一個 也不能夠忽略啊 雖然我覺得它只是一個表象 只是一個殼 但是就像我們那條件實際遇到啦 這是幫第一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成立 你有沒有立案 這是你是不是合法 就是它會去挑戰你這個東西嘛 那雖然我們覺得有沒有合法 不過是一張紙啊 其實平常我們運作 也跟市政府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自己開我們自己會啊 但是至少當你有 你碰到爭議的情況的時候 通常資方會比較敏感 他會去挑的這些點 所以還是得完成這些動作啦 如果在座有人想要主工會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直接來論訪 就是這些流程呢 對於你沒有接觸過的人 來說也許覺得很麻煩 下午我們因為有協助過 就是覺得 反正就是SOP啦 跟一套走完而已嘛 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 好 我叫陳彥良 我在美國住了二十幾年 其實後來我一直都在住 還有進出口師生意 那個跨國公司 甚至當公立階層那時候 但是我還是比較同情勞工 那我覺得公會大功的話 真的是你要抓住他的要害 比如說工廠的話 你要找那個模具設施的那個操作員 那個最有經驗的師傅 或是說你要找那個物流的那個卡車司機 那串連起來 沒有找辦法繼續卡住他 那我看到那個經驗的 比較容易的話 比如說港口 港口的話 他一罷工的話 他所有的貨櫃都在船上 把司機來船 就都無法進出 或是教師 或是那個卡車司機 那比較困難的話 那大概就是零售業者 跟服務業 尤其是在美國 是常常像很多這些 麥當勒 辛巴克 這些坦德基 他給他員工 基本上就不是全職 他是給你算半職而已 那譬如說 一個禮拜二十個小時 或是十個小時 所以他譬如說 他給控制你 你聽話的話 我就給你三十個小時 那你不聽話的話 我們下禮拜是 還五個小時的班 下禮控制你 所以那 而且這樣的話 像這種 這種 有很多分店的 像餐館 餐館店的話 那真的是很難組織工會 因為如果說 你只是這個分店的話 那他說沒關係啊 那我就不住這個店 這個店關掉 所以你一定要把學員部的串聯起來 那那真的很難 就必須要把整個 產業 比如說 你要跟那個 物流的那個 比如說 因為 像 那個 辛巴克也好 或是什麼 他不是很熱情 或是麥當勒 他都有一個物流 在晚上的時候 送那些貨 送麵包廠 那他們串聯在一起 這麼 才有辦法把它切斷 那 另外一個 隱憂 就是說 派遣 派遣員工 那現在我一下看到 台灣跟日本也是這樣子 變成說 做好幾年 你還是派遣公司 你不是正式公司的人 你不是你正式員工 那你怎麼繼續保障你的權利 沒辦法 他可以直接跟派遣公司講 然後你會被翻掉 所以就是 對 那些 服務業 跟那個 零售業 是非常困難的 像零售業的話 比如說 收音儀 那這個 沒有什麼技術性的 那個 東西的話 他可以隨時去把它翻掉 因為我只要 把東西拿去 用那個 八扣 就是那個 條碼機這樣刷一下 然後收起來 其實沒有收錯 就好 所以這是一個 困難度之一 所以 我想就是 用一些 看法跟一些 新的 對於 會不會提到的 派遣公 或者是其他 就是 有沒有一些想要回饋 我講一下喔 這是 謝謝這位朋友 我好奇就想 你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好 沒有 這個是 這個是 我本來在 MSI 然後我在 把攤子的時候 不是 MSI PM 然後交換 那個 正品 我給他 我們想說 如果你在NVIDIA 要不要參加 我以前在 MSI 也是那個 UFOC PM 好 回饋一下 就是 第一個是說 談到那個 罷工 就是說 確實 如果你要講 哪一塊的老公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下 罷工 對於 公司的 殺傷力 或他的影響力最大 當然就是 一個是說 你的那個生產位置 是佔據很重要的地位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 這個 物流的部分 欸 講一個案例 大家知道 2005年的時候 其實在 竹科 新竹科學區裡 曾經有兩家公司 要罷工 但是這兩家 不是科技公司 而是 貨運公司 就是 華東跟古松 這個 也許 如果你有在竹科工作過 也許都會看過 這兩家的 車子 在原區裡 跑來跑去送貨 那 那時候 這兩家 公會 要一起聯合罷工 然後 結果 就是在 講好 要罷工的前夕 就 資方 就一直找他們 密集的協商 然後 最後談到 這個 剛好 快要罷工前 就是 談好 就是他們開的條件 公司的大意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公司為什麼 在你還沒罷之前 就趕快急著來找你談判 因為他這兩家 要是罷出去 大概 整個園區 可能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貨 出不去 就癱瘓掉 這個影響非常大 所以他們 他們這個 這個部門 當然他是公司 就這個部分 如果罷下去就會 很嚴重 所以他們 如果取得罷工 這一個武器 就會更努力 那另外一種 當然就是 比較難取代 就是相對於你後面提到 零售業的 就是只要你 參與罷工的勞工 有一部分 是很難找到 替代性勞動力的 那你這些人 罷工就很有效 就是替代性勞動 大家都可以想像 例如 就是剛剛講到 我們為什麼要拉糾塔線 包括我們 不希望自己公司的員工 進去上班以外 有時候資方會找 同業的人 同業的其他勞工來支援 大家就知道 勞方要團結 可是資方也很團結 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即使是 互相競爭的公司 他可能會調人來支援你 所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 這個勞工所處的位置 是不太好被取代的 不是隨便來 來做個半小時 就可以上手的工作 那當然你去罷工 影響就很大 然後再來提到這個 其實我覺得 你提到另外一點就是說 比較難組織的部分 包括說服務業 像零售業 以及派遣 這確實就是 我覺得是 我們公運 近年都有在討論 希望去突破 但是目前還比較難找到方式 就是 因為他們 有一個共同點 例如說 工作場所很靈散 那你以Seven 或者是 這個大賣場 大賣場可能還好一點 以Seven來說 一家店也許就是 兩三個 那你要他們一起聯合起來 組一個Seven Seven 企業公會 那你光是要去找人 就很難 那也許每家店的狀況 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種情況 確實是 很難去做組織 然後另外就是 派遣 派遣就是說 這個是像是我們 大家知道 去年其實有 本來有在討論 派遣勞工保護法 的草案 有躺在 有在勞動部 然後那時候 還沒有收到行政院 總之在那個 考證的過程中 就有去邀請 勞資方方的代表 那 畢會也有幸 受到邀請 我也有去出席那個會 那時候我其實就 提到就是說 希望 當然我們 我們當然是認為說 菜錢很不好 除了他的 勞動條件 同工不同酬以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更難組織 就是更分化 就是說 你同樣是 也許是 這個 都是在某一家 例如說 銀行上辦 但是有一些人是派遣 也就是你的雇主其實是 派遣公司 那 也就是你 實務上 除非你成立一個 產業公會 把這些人全部都包起來 不然就會變成說 你銀行的正職員工 你可以組銀行的公會 可是派遣公 因為他的雇主不是銀行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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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銀行公會 願意把他們 搭進來 不然他們就 不屬於這個 這個公司 那再來 要談 勞動條件 例如說 要跟資方協商說 你派遣公 他的老闆 就不是 要派公司 那 那又更麻煩 所以 派遣確實 就各方面來講 我們都認為 他是對於 導工權益是 傷害難大的 一個制度 那時候當然 我們去提一些意見的時候 我就有提到說 應該要允許 企業公會 可以組織 同樣這個企業底下的 派遣公共 那當然最後這個是 雖然說 整個派遣保護法 最後還 目前都還沒有送進去 立法院 可是在草案階段中 我們提的這個意見 也沒有被接受 對啊 這是蠻遺憾的 那我們公會 算是 派遣這個事情 是我們關注的其中的議題之一 因為 後續都還會 持續的去 發落 我們再用一次 跟這位掌聲來 謝謝兩位主講者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 大概就到這裡 那如果會後有任何的 問題 或是想法 想要討論的話 也歡迎留下來 那還是跟各位 預告一下 就是我們禮拜日 有一場折飛舞 那是在想想 想想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明泉路上 民權路七十八號 對 那談的是中國的維權運動 那 這個是禮拜日 在晚上六點 晚上六點再想想 那下禮拜 下禮拜五 一樣在這裡 好辦 七點半 我們談的是台灣 台灣政府的財政問題 就是前一陣子 大家應該一直看到說 希臘 好像這個國家要破產了 那大家就聯想到 我們 國家 台灣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財政問題 結果就看到了 我們苗栗縣 好像破產了 發不出薪水 那我們下禮拜 就要談這個問題 就是由希臘的 希臘的戰衡問題 來看台灣的財政 有沒有出什麼樣的問題 那就下禮拜五 七點半 那也是在好辦檢查 那最後 這邊有易住箱 對 就是其實 因為哲學星期五 就是有一群志工這樣組成的 那我們也沒有任何的酬勞之類的 那 每個禮拜 如果有從外進來的講者 我們都會 支柱他一些交通費 那如果 大家 各位朋友今天身上 你錢帶得比較多 我覺得錢包有點重的話 就 不要覺得那麼累 就是可以放一點的 這樣比較輕鬆的回去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